一直以来 迪士尼禁止携带食物入园 入园需要翻包检查等奇葩规定 被众多消费者吐槽 但在今年 终于有人赶正面刚迪士尼 事件起源于大学生小王购买了零食 想要带入迪士尼乐园 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翻包检查 禁止小王带入 小王认为迪士尼的规定 侵犯了自己的消费者权益 一纸诉状将上海迪士尼乐园告上法庭 对于这件事 上海迪士尼回应道 外带食品与饮料的规定 与中国大部分主题乐园 以及迪士尼在亚洲的其他的目的地一致 但经过了解 美国和法国的三家迪士尼乐园 并没有禁止消费者携带食物进圆的规定 上海迪士尼的回应 引发了中国消费者的进一步热议 也引发了人民网对迪士尼的质问 人民网针对此次事件 发出了四个质问 首先 凭什么迪士尼要双标 欧美地区可以带 亚洲为什么不让带 不仅如此 去年迪士尼还因为儿童门票优惠政策搞双标 被告上了法庭 迪士尼在其他五家乐园采取儿童年龄未标准 制定门票优惠政策 在上海乐园则采取升高标准 这种典型的双标模式属于歧视性政策 其次 凭什么强制翻包 游客隐私权如何保障呢 在我国 法律明确规定 经营者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 及其携带的物品 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 而迪士尼的做法完全违反了这一法律 然后 近代食物是为园区卫生吗 园区出售的饮食就没气味吗 其实迪士尼坚持这个做法 恐怕不是为所谓的卫生担忧 而是谋求利益最大化 因为迪士尼自己也卖饮食 一样会产生垃圾 最好的解释就是 在园内卖高价挣钱更多 一瓶可乐卖20元 在迪士尼随处可见 最后 谁来究竟迪士尼的双标 保障消费者权益呢 其实对于翻包和禁止带食物等规定 一直都是无效的条款 但是在具体的监管细节上 在实施细则上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定 行政处罚责任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环球金融家认为 在法律法规不畏之前 对消费者来说 去游乐园毕竟不是生活刚需 如果不满意园区的自定规则与服务 可以拒绝去消费 而园区自然也要承担 自身做法带来的市场后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 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 我们下期见